巧智拼球是一种相当有趣的意志玩具 今天在台中艺铁道文化园区举办了一场比赛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为了让小朋友训练脑力跟逻辑 台中市企业家杨如勋发明跟生产巧智拼球 2021年10月12号上午 他特别捐赠大批巧智拼球给24所国中小 并且在台中艺铁道文化园区举办巧智拼球竞赛 大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优胜的选手还有颁发奖金跟奖状 自己玩过没有?玩过 什么?好不好玩?好玩 几次玩多久?几次玩一个小时而已 一天玩一两次?嗯 好不好玩?好玩 怎么好玩?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玩法 巧智拼球是一种把相对应的颜色跟数字 搭配在一起的抑制玩具 许多学校把它融入在课程当中 让小朋友在玩游戏的同时 也能够动动脑筋提升专注力 巧智拼球里面它有一个颜色归位 跟反颜色归位跟数字归位的活动 那我们透过弹性课程的设计 让学生可以更融入巧智拼球的这个课程里面来 巧智拼球的发明人杨如勋 今天特别跟市议员罗廷伟 张彦彤、张廉彤、张廖乃伦合作 举办这次的活动 希望大家除了玩手机、上网之外 可以试试看巧智拼球来活化脑力 在玩乐中能够真正学习成长 记者陈文旭、李金生、陈英芝台中报导